今天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就是古雨 春天的最终表示雨雪开始增加了 要来迎接五六月的梅雨季节 而且要迎接我们所谓的夏天的节气 当然有谚语说雨寒死呼母 也就是这个节气 虽然已经慢慢的脱离了很强的冷空气 但时不时还会有倒春寒的感觉 但至少节奏跟次数已经渐渐的减少 厚重的都可以先收起来 但是长袖的完全收起来 老祖先的智慧说短五节后 才收起来会是比较适合的 而西俗目前在这个茶叶是最纠席的 所以采个新茶来喝一下 可以避邪保平安 而今天比较特别的是不能发脾气 还有禁止到山上 因为山上的病虫害会是比较多的 在这个节气都容易发生 老祖先的智慧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 回过头来看一下天气的整体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温度占雨的部分 今天的水气量就没有昨天这么的多 但刚刚也说到了 在今天封面有残存的水气 加上微弱的东北风 所以在各地还是以多云的形态为主 短暂正雨 尤其比较大的雨势 可能会发生在山区 午后有一些热对流的情形 而北台湾东半部的高温 跟昨天没有太大的差别 大概就是27、28度上下 中南部地区高一点点30到33度 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几天余震发生都还是有的 尤其加上昨天到今天的正雨 所以山区的路况都要格外来当心留意 尤其落实的风险 加上午后的山区 有机会今天有热对流 所以午后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也是有的 另外要关心的还有在水晴的水库的部分 昨天的暴雨 大家都很关心 对水库有没有解渴 确实有的 但是呢量还是远远的不足 尤其石门水库 昨天进涨了100万吨左右 但是只供一到两天的民生用水 所以节约用水还是很重要的 在石门到德济 你可以看到一排 基本上都是绿色的水晴提醒 所以呢这样的水气 如果五六月 梅雨季节没有太大的注意的话 七月之后用水就会非常的紧张 反倒是大台北地区呢 因为这一波的雨势 下的位置是比较对的 而且过去呢一两周 水气也蛮充足的 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 用水还算OK 所以呢拉紧报呢 目前是石门到德基一带 希望下周的封面掠过的时候 为这些水库多来灌溉 多来呢解渴 这个很重要 另外呢最后一周呢 天气快速扫描 今天水气没有像昨天的那么多 但是还是有略微不稳定 明后天是未来五到七天 应该是最好的天气 稳定回温又回暖的感受 所以呢起山衣物啦 外出走一走呢都很适合 安排一下户外活动呢 是非常OK的 下一波的天气变化 大概就是在周一 甚至到周二 你可以看到呢有封面系统 加上后续的微弱东北风 而至于下周二之后 还是有一些雷雨的讯号 所以呢雨势不排除 也会有比较大的状况 有一些这个对流云性呢 是比较短延迟的强降雨 所以呢下周二之后 记得雨势的期待 还有呢随时掌握天气的资讯 重点是希望这些雨势 雨神们可以下对地方咯